口水鸡是四川省的一道传统名菜 这道凉菜佐料丰富 即麻、辣、鲜、香、嫩、爽于一身 在烹制时煮鸡很有讲究 需要恰到好处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存鸡的可溶性蛋白 增加鸡肉的鲜美程度 又能具备其特有的香型和滋味 做麻辣油也有讲究 口水鸡这名字初听感觉有点不雅 脑子里可能会出现一副口水滴的样子 连温雅的大作家郭沫若都说 少年时代在故乡四川吃的白砍鸡 白生生的肉块 红阴阴的油辣子海椒 想想就口水长流了 不难看出这道菜的确是家常美味 口水鸡的主料一般采用整只鸡 如三黄鸡走地鸡等 我们多伦多这里的超市鸡大腿非常便宜 我们就用它来做口水鸡 同样鲜香美味 主料鸡大腿四只分开各一半 做出两种口味 川味麻辣口水鸡和精味芝麻酱微辣口水鸡 配料洋葱一个生姜四片 芝麻酱两勺花椒15-20粒 植物油400毫升 去皮花生米200克 白芝麻50克 桂皮一片 肉桂三粒 香叶四片 大料一至三粒 适量的食盐 酱油 醋 辣椒粉 白糖 烹饪方法 一煮鸡大腿 鸡大腿两只 尽量去掉脂肪 洗干净 凉水下锅 放入生姜两片 大火烧开10分钟 煮出血水泡沫 捞出鸡腿 放入另一个装有凉水的锅中 加入生姜两片洋葱 切开 放入锅中 大火煮开10分钟 准备一盆凉水 最好加入些冰块 将煮好的鸡腿捞出 立刻放到凉水里冰镇 这样的冰水积一下 使得鸡腿肉皮质细腻 紧滑 肉质也脆脆的 不容易散烂 冰镇5分钟 捞出备用 大鸡腿肉 如果烤制或者切小块 炖煮红烧 一般来说 肉质都非常干柴 采用口水机的这种处理方法 就不再会有这种问题了 口感非常好 二 制作麻辣油 另起锅 加热 倒入植物油 凉油 放入桂皮 肉桂 香叶 大料 生姜 洋葱 花椒 榨油 至微微冒烟 取大碗一只 放入两勺白芝麻 两大勺辣椒粉 将炸好的油放置十秒 然后将三分之一的油通过过滤网勺倒入芝麻辣椒碗中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这时的油温最高 高温的油还在炸辣椒粉和白芝麻 因为油锅已经离开了火 不会炸糊辣椒粉和白芝麻 可以说恰到好处 当油锅的油温度降至大约摄氏70度时 第二次倒入芝麻辣椒碗三分之一的热油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第三次等油温降至50度 倒入剩下的最后三分之一热油 搅拌一下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出辣椒粉和芝麻的香味 以及五香榨油的香味 这样五香麻辣油就做好了 3.芝麻酱调酱汁 取小碗一汁 放入两勺芝麻酱 一勺食盐 两大汤勺鸡汤 搅拌调和成酱汁 再加一勺盐 一勺米醋 酱油一勺 美极鲜酱油一勺 搅拌 如果感觉酱汁太稀 不够粘稠 再加一勺芝麻酱 继续搅拌调成糊状 但仍然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五香芝麻酱汁 4.微波炉炸花生米 花生米放入浅盘中 放入微波炉中 分两次各加热60秒 常温晾凉 放入小塑料袋中 用擀面杖敲成小碎块 这样我们就制成了花生碎 5.鸡腿肉切块摆盘 冰镇好的熟鸡腿 非常容易切 切成大约2厘米长 5毫米宽左右的长条块 摆好装盘 4只鸡腿切好 装入两个大盘中 6.调制花生碎麻辣油脂 取小碗一只 放入食盐一勺 白糖两勺 酱油三勺 香醋三勺 美极鲜酱油一勺 搅拌均匀 倒入一部分花生碎 白芝麻一勺 做好的五香麻辣油两勺 如果喜欢特别麻辣 可以再加两勺至三勺麻辣油 搅拌均匀 做好花生碎麻辣油脂 将一碗花生碎麻辣油脂 全部浇在鸡肉块的盘中 可以再用香菜或者香葱点缀一下 这样一道鲜香肉嫩麻辣口水鸡 就做好了 即可上桌享用 吃上一口 的确有着诱人的麻辣鲜香嫩爽的口感 难怪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了 我们还准备了一盘微辣的 精味芝麻酱口水剂 将做好的花生碎 撒在鸡腿块的盘中 再浇上调好的芝麻酱汁 再浇上调好的麻辣油 这样一盘精味芝麻酱微辣口水鸡 就可以上桌享用了 这道菜让不能吃太辣味的朋友 也可以感受到口水鸡的鲜香美味了 好了 本期Linda美食文化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记得点击关注订阅本频道 您可以同步收到我们新出品的美食视频 不错过任何一个好看好吃的美食 欢迎您点评点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节目 多谢您的支持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